来放音乐 2000块的OPPO Watch 3 Pro 算不算国内手机厂商智能手表天花板 一起来开箱吧 手表我们先放一边 来看一下配件 这里是一根皮质的表带 这里还有说明书保修卡 最后它这个充电线跟头是分开的 我们来拆手表 OPPO是和苹果一样的原调矩形 华米威则是和三星一样的原型表盘 大家是喜欢哪种 而跟苹果不一样的是 它这个屏幕都是带一定弧度的 其实这个表带是相对柔软的感觉 只需要往这里面一插 啪就OK了 两个连接处是非常贴合弧度的 所以配戴舒适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来仔细看一下这块屏幕 1.91英寸LTPO曲面屏 支持表盘长亮时降低刷新率到1赫兹 在保证比较信息显示的同时减少耗电 我不太满意的点是边框还不算足够展 不过各种表盘是真的多 而且支持把视频和动图设为表盘背景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任何样式的表盘 这次还新增了一个表冠 在悬顶时 配合马达的振动会提供非常真实的反馈 在一些场景操控起来会更加的便捷高效 芯片方面依旧是双新策略 DNA首款4nm制程可穿戴芯片 骁龙W5 大家看一下这个响应速度 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吧 另外定制的一颗小核芯片 主要处理全场景低功耗 续航方面 OPO提供了全智能和轻智能 两种模式下的官方续航数据 也来听一下真实用户的声音 续航的话我开的ECM 一般就是三天一冲吧 这种运动监测健康监测 睡眠监测几乎应有尽有了 应用商店80多个应用数量据说是国内最多 我看了一下常用的软件反正都有 另外就是手表车钥匙 OPPO也在积极适配更多车企品牌 我不是一个宝马的苹果数字钥匙吗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使用的功能 有一说一啊 OPPO智能手表这条产品线 确实做的都很不错